2006年12月29日 俄国某机场上一架YR-76飞行试验台整装待发 它的2号发动机是个直径超过3米的大家伙 尽管比例失调 但该发动机在测试中达到了18吨的额定推力和20吨的最大推力 YR-76只需两台即可正常飞行 并且油耗会显著降低 这就是有史以来最省油的喷漆发动机NK-93 但它既不是涡扇也不是涡奖 早在1968年 苏联传奇设计师库兹涅索夫发现 图95的NK-12涡奖发动机虽然高效省油 但细长的螺旋桨夜间容易接近音速而出现激波 波组会很快消耗掉引擎剩余功率 使飞机无力加速 而涡扇发动机的叶片更加宽短 夜间速度更低 可使激波推迟飞行速度提高 但风扇叶片的展现比过小且数量过多 导致涡扇的燃油效率明显低于涡奖 为此库兹涅索夫提出一个设想 对涡扇和涡奖进行折衷 变成涡轮奖扇发动机 并且保留涡奖的供轴反转 和涡扇的外寒道 使燃油效率高于涡扇 从而搞出世界最省油的喷气发动机 该设想直到苏联解体前几年 才以NK-93发动机方案投入研制 由此注定了其多船的命运 苏联解体不到一年 研制NK-93的萨马拉·库兹涅索夫 科研生产联合体宣告经费枯竭 此时他们靠精打细算 已经造出了8.5台样机 但完成地面和空中式车及取证 至少需要15台 为了求生 该联合体在上世纪90年代 向美国出售了几十台库存的 NK-33火箭发动机 靠有限的回血继续自行研制 同时不断PUA喀山飞机制造厂 最终白嫖到一架三成新的改装版 E-76 终于在2006年底 将NK-93测试样机送上蓝天 这款发动机重约3.7吨 其中直径2.9米的蒋扇重量1吨 尽管它长得像涡扇 但打开外壳还是能发现其独特之处 NK-93的核心机在内含道里 空气首先被7级低压转子压缩 再被后面8级高压转子进一步增压 进入燃烧室后变成混合器点燃膨胀 推动一组高压涡轮 此涡轮通过空心连轴器带动高压转子 废气继续推动后面的低压涡轮 带动一根从高压连轴器中孔穿过的较细空心轴 以驱动低压转子 最后废气推动三级蒋扇涡轮 带动一根最细的轴 再从低压连轴器的中孔穿过 将动力传递给头锥里的行星减速器 用于驱动扇液 因此这是三根连轴器层层嵌套 转速逐级升高的三转子涡轮发动机 核心机推力只占总推力的13% 其余推力由蒋扇提供 为此蒋扇涡轮通过连轴器和减速器 向蒋扇液盘输出3万马力 其中40%功率被前组8片扇液吸收 则被后组石片扇液吸收 这些液片可自动变距 在不同高度速度下都可获得最大有效功率 同时后液在前液的滑流中出力增大 使对转蒋扇的峰值效率比单蒋扇提高了6%到10% 峰值拉力系数则提高了一倍多 并且外含道隔离了液间窝流 又使扇液的诱导阻力减小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蒋扇的推进效率很高 使外含道贡献出总推力的87% 而含道比则达到惊人的16.6% 反观十分先进的GE90发动机 虽然风扇直径超过3米 但含道比也只达到9% 起飞和巡航油耗分别为7.9克和15克每千牛每秒 而30年前的NK93 凭借超高含道比 起飞和巡航油耗分别只有6.6克和14克每千牛每秒 至今依然压过一头 是当之无愧的省油冠军 2008年底 NK93完成了第五次飞行测试 其主要性能令人满意 但相关领导认为 苏联时期发动机研制都比配套的飞机晚6年左右 而NK93太过超前 无机可配 况且要完成测试和取证 还需再花费450万美元 这简直就是糟蹋钱 于是这些为NK93倾注了数十年心血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于2009年5月就地解散 各安天命 这次飞行测试和飞行测试和计划